投降关心的是开学问题来了 这是距离六庆工业区大约两公里的许错分校 原本上学年是迁回了桥头国小 但是在有些家长的坚持下 今年学生们是回到了分校来上课了 这让台大跟政大教授今天是共同发表声明 呼吁在还没有解除污染疑虑下 要暂缓回分校上课 不应该让孩子成为暴露在污染下的实验品 开学了小朋友好兴奋 因为上学年一整年暂时回到本校桥头国小上课 现在终于回到离家境的许错分校实在好开心 地图上本校桥头国小离六庆工业区大约五公里 但桥头国小许错分校距离六庆只有2.6公里 云林县府当初是考量许错分校距离六庆太近 担心可能会增加罹癌风险 去年将全校六十多名学生签回校本部 但怎么会只念了一年又回分校上课 不过有学者质疑六庆污染疑虑还没解决 县府怎么会同意让学生回到许错分校上课 最后的研究成结果还没证明出来 可是你现在把小孩子放回去 其实是让小孩子曝险在这个危险性 那我必须要讲这个会跟八仙城暴一样的严重 学生以八仙城暴为例 明明知道粉丞派对不安全却还是放行 结果发生悲剧 因为国卫院也曾经证实 许错分校的学童尿液中流带二乙酸含量偏高 可能有致癌疑虑 老师回到那边去教学 老师一样也暴露在健康风险上面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大人们 必须要起来负责这件事 教育部要求地方政府重新考虑 是否让学生回本校就学 毕竟政府若不硬起来 非得等到证实六轻会影响健康 才有所动作 到时恐怕孩子的健康已经被牺牲了 一对TV 05号李中线 综合报道